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首先安华刚刚从中国带回来的1700亿令吉投资承诺项目 很快就要开工了 安华今天宣布打头阵的两个项目 分别是中国著名汽车品牌吉利和中国最大石化公司荣盛的投资 最迟会在今年的5月份也就是下个月就会启动了 那吉利这次会参与宝藤位于霹雳丹荣马林汽车高科技股计划 初步投资额涉及20亿令吉 未来的投资总额将会达到320亿令吉 至于荣盛则会增加在柔佛边加栏的投资项目 投资额预计达到800亿令吉 同时安华也宣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来跟进中国1700亿令吉的投资谅解备忘录 他呼吁涉及投资项目的周暑 包括了有彭亨 霹雳 柔佛 登加楼的地方政府 不要拖闷脚步 首相安华今天召开记者会透露 今年5月份就会有中国企业来马投资 因此他促请州政府和市议会不可怠慢 并且需要加速推进工作 而安华也特别为此成立了一个 以他为首的特别委员会 来跟进中国投资谅解备忘录的进展 但是安华也补充 所有该遵守的条规和研究都必须如常进行 只是不应该花费过多的时间 因为各方需要把握时间 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